玳瑰大学 孙粹 苑乐区 《法觍滩经》 《法觍满徒宏》 《法触满徒宏》 《法规满徒宏》 《法览观》 《法触满徒宏》 这是你老和尚弓吗? 这是你老和尚弓吗? 这是你们老和尚弓的年子吗? 是 这个词是老和尚弓吗? 不是 一些网友在一个网上 结果在03年的夏令人开始推广了 谢谢各位女主导 后期时间就开放给大家 因为我们有名装法师 还有朋友在 我想到在座的很多人 这里是参谋幕 有很多高人 不论是在宗教方面 还是在科学方面 也在社会活动当中 我现在也有很精彩的机会 我们下段时间就开放给大家 看谁来 我们一起分享 先来 后面 名装法师好 那个院长叫 拍院长 我现在就是急需求助 我学了地子规传统文化 我又学了《孝经》 又送了《地藏菩萨委员经》 我呢 四年级的时候 十一岁 父亲和母亲的名义 从此呢 妈妈给我灌输很多父性的情绪 那么我自从学了地子规 学了《孝经》 当母女 她对母亲的那个孝敬 还有弟子规 教导人们 把孝道迫失在生活当中 让我呢 非常的不知所措 那么我也请教了很多懂心理学 懂佛学的一些师傅和老师 那么经他们确认呢 我母亲得了很严重的心理疾病 说是神经症也好 抑郁症也好 焦虑症也好 那么她现在呢 对我就是那种控制呢 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她不允许我上班 不允许我工作 那么她因为 亲情的缺失 她退休之后呢 她就希望总有女儿在身边陪伴 她的要求是每天要给我洗脸 给我梳头 然后就是 拿一张椅子 让我坐在她对面的看 我曾经跟她无数次的发生冲突 我都活不下去了 那么我更大的冲突是 我懂了那么多 做人的东西 还看了一些个佛经 那么我应该如何把孝道和一个有这么重的心理疾病的妈妈去整合这件事情 让我得到快乐 就不是快乐的话 能给我一份轻松也好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请教法师 我该怎样做 谢谢 显正功夫的时候到 我也很沉重 看过那个如林外食里边的那个 饭尽重景 是出在那儿 饭尽重景 饭尽这个考啊考啊考啊 你想从隋文帝隋阳帝创立科技制度 为了考 普通人72岁考一个还考不中 考进士 那她好不容易考上了突然一下子谈谜心窍 谈谜心窍 谈谜心窍 可不是财谜心窍 财谜心窍是更多的心理上的问题 谈谜心窍是中医上的问题 你的妈妈 我们现场有这个刚刚这个 我的徒弟带了一个 道家的中医师来 你可以私下去请教他 谈谜心窍 用一种 在修禅里边有一种刚勇的修法 像闭关时候他说 为什么有些人不敢来打坐 担心走火入魔 就是什么 气不归位呀 这个气机发动了 然后他没办法 没办法回到 因为这个气 我们一个是呼吸的气 通过鼻鼓 这是一个动物 这个呼吸的圆点 那另外一个是小腹 一个圆点 如果我们能让那个呼吸的圆点 在脚心 这个人彻底的不会有烦恼 所以你看庄子说 圣人凡夫呼吸以后 圣人呼吸一种 这个脚 这个地方 这个 一种刚勇的方法 可惜呢 就今天没有这样的 没有这样的 一动辄 就说侵犯人权 把你妈妈逛在一个 就像天龙八部里面 那个淘气的鸭子叫什么来 阿子 是吧 搁在鱼网里面 一兜挂在这顶上 转圈上 他吐 吐干净 弹一心窍 开了 气归位 吐干净 他三天只给水喝 不吃任何东西 肠子清干净 什么事都没了 要不就 再来一次 大跃进那样的 让他上山下乡 大领钢铁 一天就三个蛮头 三个窝窝头 一根钱再调 一杯水 这样去 三个月下 什么病都没了 他就是富贵撑的 真的是这样的 所以你爸爸被他给灌输 你想他因为男性啊 有主权 所以他是无法忍受 你是个女孩子 弱者 就被他给捆绑 他以他的这种 不健康的来索取 榨取 从索取到榨取 所以佛法里面 他讲叫做 业力不可思议 我们尽孝 不是盲目的尽孝 是要有智慧的尽孝 像这种呢 你把你的命给他了 不但与他 没有任何正面的 积极的建设性的帮助 反而让他成为 枪害你的父亲 枪害你生命 乃至枪害他自己 生命的一个不好 所以这时候要有霹雳手段 显霹雳手段 菩萨慈眉 但是用的手段 可以相对的霹雳一点 你拿那个光木女的笑 你看光木女 正面都没有 跟他妈妈有任何冲突 都是他妈妈死了 正面教育不接受 然后到了地狱 然后他再去想办法 才去 撞了棺材 建了棺材落泪了 撞了南墙 才回头了 所以光木女的妈妈 活着的时候 也是不听话 你就看地藏经 你千万别傻乎乎的 他就尽孝 那么盲目尽孝 他活着不劝 他不听 那就得用一些霹雳手段 所以你揍他 没关系 我的建议 就是要霹雳一点 否则你这样去忍 你去给他诵经 没有用的 你就想想看 我们诵经 能把这个麦克风 这个送成一个 这个美人鱼吗 我要是能念经念咒 把它变成美人鱼 那我就能把它变成什么 今天晚上的晚餐 是吧 我也可能把这个就变成 招城银行 VIP0001号 全世界的美金 都在我这里 所以念经念咒 不可能理 只有用最适合他的方法 英语合身得度准 记相合身 耳朵说法 所以用非常刚硬的手段 但是你用 人家说你侵犯人权 这才麻烦 因此今天当禅食不好当 我有很多想踹人打人的方法 用不上 你比如拍眼睛 我看了身体 我有很好的方法 揪滚 他乒乓两个嘴巴 光那个小木屋里断食三十天 肯定那个 把那些癌细胞 病细胞就给饿死了 他就是我哄着劝着他 不 为什么要饿我 他先问我 为什么要饿他 这个我就解释来解释去 越解释 他越不接受 没有用 你想 他一个科技的 对吧 他一个这个 现代文明熏陶的 那我一个和尚 哪讲得过 他这种 世界观 宇宙观 价值观 方法论 逻辑学 我肯定讲不过的 所以只有用霹雳手段 上来 我后悔了 当时应该搞一间小屋子 管你那套 先刮起来 手机没收 一个月一出来 饿剩 少十五斤 但是一些个病细胞 饿死了 这是佛教的医学 像我亲身的经历 以及我认识很多 这些修行人 他们通过这种方法 无论是生理的 心理的 都容易能解决 我有一个师兄 大概是九八年吧 在五台山 那也是有点 就气不归位 像你说的 你妈妈的样子 可能比这还厉害 他大冬天 像这个天 从五台山 什么都不穿 徒步走了三天 走到张家口 普通人不吃不喝 这个光光地走 一个洞也洞死了 是吧 因为他在那个 就是刚才 魏教授所讲的 这个几个妄想 幽影妄想 虚名妄想 妄想妄想 坚固妄想 他在一种坚固的妄想 他以为他走在一个 这个火的世界里面 所以没事 所以他就不受其害 但是等到他正常过来 他超前支出了 他的生命能量 所有的那些个疯啊 含啊 诗啊 全都进入他体内 当时不显 事后等到他精神正常了 发现他超前支出 他的生命能量 因此业力不可思议 法师只能给你一个 良性的建议 法师不能替他 你的话我觉得太多了 让大家很压抑 但是你把它弄来 我也不敢用这个方法 首先要签订 跟这个人权部门 安全部门 跟这个公安部门 签订一个协议 这个过去打了一台一样的 是吧 只治好 你想 医生宣布治不了的 你看现在都什么人 到国门来 医生宣布不能的 解决不了的 跑到没有来 医疗费要三万 三十万 三百万 结果就拿三块钱的香蕉 磕头烧香 说菩萨保佑我 这健康那好 这菩萨多难做呀 你是不是 这不太现实 所以业力不可思议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还得要接受这个现实 该逃的 你也不妨逃他 这就是给他断斩呀 他不是要你 坐在你面前吗 捆绑你吗 他怎么不敢去捆绑别人呢 不敢要勒索别人 因为你是他女儿 他就认为你是他的 所有物财产 他说你索性你 出差一个月 看他怎么样 我没见出家是 甚至就 我跟你讲 你就出家 哗把头发一剔 你说妈妈 我出家了 一下子说不定他 一哭 你知道吧 像这谈谜心窍 有时候就大喜大怒 大怒 大喜 大喜他突然的 犯金中举那样 彩票了 得了头头奖 一千万 握着就大悲 一看我女儿 就唯一的一个牵挂 还光头出家 做尼姑了 完了 一哭 嚎啪大口 哭了三天三夜 眼泪哭干了 眼泪如果能出血 什么病都没了 这都是佛教的医学 但是这些手段 不敢用 就是说他哭的眼泪 能流出血的 一定什么病 都通过这个方式 出光了 好 谢谢 谢谢方志 首先感谢今天 这个讲座的组织者 另外呢 感谢一下今天 三位老师 谢谢 那个 我 我是巴黎后 我也有很多的 空护和烦恼 我看了很多的国学 哲学 还有包括宗教这块的书 我有一个什么现象 就是说 平时遇到那个烦恼也好 空护也好 痛苦也好 的时候呢 我就喜欢去看 这个宗教 哲学这块的书 还有喜欢听 相关的音乐 比如说就是心经也好 经管经也好 还有看了以后 听了以后 会获得 会感受会好一些 我也知道 这里面有很多道理 对自己很适用 比如说 我喜欢跟别人比较 一比较我就有痛苦 然后呢 比如说 我就会看很多书 它很多书会告诉我 比如说 应该火在大下 应该 不应该固执 这些道理对我很实用 但是我做不到 就是 我做不到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为什么会有 这种现象 产生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现在不满足 不满足 就是不满足 仅仅 通过看这些书 仅仅获得 片刻的安静 内心里的安静 与宽慰 不满足 还有效果怎么办 好 谢谢 你想让谁回答吗 一人回答一个 好的 行 先进派院长吧 派院长想跳一个 老师说 我呢是 今天四月份才开始关心这个 虽然性宠能 但是时间 能花的时间很少 一年我还要三文课 还有大概十到十五个学生要毕业 还有两个项目要做 所以我老许一个装饰 在一块 就是他们有 无穷无尽的方式 无穷无尽的案例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觉得 我最近的经常 大概两周左右都不见到 我一直在观察 我觉得 考核法师 本身就是一剂两药 就把我当药 为什么呢 民传法师身体也很差 烦的事也极多 为什么呢 你们刚才一看就看到了 其实 网上那边上去的人 很多人都已经有 很重很重的 各种各样的问题了 但是 很少看着他着急 很少看着他烦恼 很少看着他 不可遏制的做处 你看着他这个样 看着他应对的问题 你就会想 哦 我的问题算什么 所以我说 经常看着 考核法师的 写的东西 经常听听他的 假的东西 本身就是 一个很好的治疗 这是我的回答 幸好我不是人生 假如佛 或者当归 都好顿 喝了那真正糖僧肉 实际上 这个知识分子学佛 或者现代人 因为网络资讯 信息的发达 导致的佛教 这些个修行方法的描述 太容易获得了 但是佛教修行 实证方法的描述 不等于佛教的修行 和实证 这是截然不同 所以我们 但是经典说的是一个 实践的结果 我们忘了这一点 比如说刚才这个女孩子说 光木女 光木女要回去念 绝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 念了三天三夜 不吃不喝 就等着念 你试试 你坐那儿 不吃不喝 念 你就念潘院长 念魏教授 看念一个小时 你的口干舌道 真功夫 那是定功来的 定功三天三夜 然后才进到地狱 见到她的妈妈 知道了吧 它是经典 佛经是对 修正 修行 结果的一个描述 所以这是一个误区 我们很多人 研究经典 没有明白 它不是一个 单纯的方法论 它有时候 比如法华经 它既有方法 有结果 还有过程 比如能源经 它有理论 有疑问 有反复的科学实验 最后问题 最后趣味存真的 得最终的结果 五十种阴谋境界 色阴 受阴 响阴 行阴 识阴 每种十种 加起来五十种阴谋境界 每种的禅修结果 状态是什么 弊端在哪里 好处在哪里 应该抓住的是什么 应该丢弃的是什么 完全就跟中医 那个药方格子 一模一样的 最后一门的 往上 趣味存经 这就叫经济 它这样往上来的 所以 那么佛法呢 简单说归纳为 就是我们通过资讯 通过网络 通过信息 通过纸张媒体 通过这个VCD DVD 电视这样看到的 听到的 这个得来的 关于生命的智慧 叫做文会和私会 听闻来的 阅读来的 思考来的 文会和私会 这就是 你看 有了人类历史 就有法律 法律就是制约 坏人不要过坏 那么有了人类 就有道德 道德是让好人更好 但是我们看 所有违背道德的事 强天害理的事 违背自然法则 违背人 为约定的法律的事 层出不行 对吧 就不要说别的 偷税漏税 这是违法 也是不道德 随地图谈 1934年 蒋介石先生 在全国搞这个 这个新文化运动 实际上就是要拒绝图图 拒绝这个 打麻将 第一个拒绝打麻将 第二个拒绝随地图图 第三个拒绝造出 不及别人场合的大声喧哗 没有 道德约定了 违反道德事 层出不行 法律制裁了 违法的事 层出不行 所以佛法讲 最根本的 要想解决这个烦恼 解决我们生命运行的 这种惯性的思维和力量 叫做违修所得会 方欲 烦恼的断除相应 什么意思呢 只有用你实践 所得来的这种 观音无常的 无我的 空的智慧 在生命中扎根 不是在理论上扎根 不是在知识上扎根 也不是在学问上 在生命上扎根 才能断除 你生命运行的惯性 所以你让自己想要开心 但是所有的道理 佛经上你也明白 你也听了开示 你还是不开心 说我不要伤害人 但是别人穿了你的鞋子 别人没有穿你的鞋子 别人多看了你 你都不开心 是吧 那唯有修所得会 而修所得会 在所有的方法里边 佛法里边 实践方法论 方法论里边 方法有八万四千元法门 在我们汉地佛教 也有八个宗态 八种法门 与男女老幼 其相应 与有学问没学问 有知识没知识 有财富没财富 长得漂亮 与美丑都没观的 唯有打坐这件事 对任何人 绝对平等 绝对实义 念佛还不一定 念佛你知道吧 让在座的诸位 现场我说现在 每人一个小时一百块钱 我说的是太诸 郭念佛三个小时 出来 谁念了 我就在那记录 都现场录像 谁停下一分钟 扣一太诸 停一分钟扣一太诸 三个小时 我的现场兑现 看看大家谁做 念佛不适合 赤咒不适合 但是禅修 适合任何人 包括你信什么教 都没关系 都没关系 你信仰什么 你不信仰什么 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去禅修 就实实在在的 来观察自己的呼吸 从我们平均的呼吸次数 小孩子是25次到35次之间 这个三岁以下 那我们正常的人 平均的呼吸是 每分钟16次到22次之间 运动员特殊的 在他身体健康的时候 可以达到14次 有些练瑜伽的 他可以达到12次 但是当你真正的禅修体验 你会发现 气息绵绵若存若亡 若亡若存 似有似无 如真如现的时候 外呼吸乃至 没了 平了 这个时候 对任何人都一样 他自然的 生命的整个机能改变了 也就是整个生命机能改变了 惯性的任意中 叫做业力 被你的修为所打断 所以所谓的修行 那么我们现在对于佛教修正的 叫做价值观 对终极的价值观的描述出了问题 以净土宗和密宗最为厉害 他的描述出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认为这个修行的结果 是刚才潘洋所说的 你能涅槃了吗 你涅槃了吗 你可以早日涅槃吗 是要消灭一个上帝 所有的神灵 以及佛佛陀 都不可能做到的事 就是让生命不存在 这个是错的 我们现在的净土宗和密宗的描述 对于从生到死 这个生命现象的那种 终极的修行结果的价值体系 给安利错 佛法要解决的是生死的现象 谁也改变不了 有生必有死 有生就必要死 所以这是谁也改变 那么佛法唯一要改变的就是 如何 正确的 快乐的 享受的 面对生死的现象 所以不在乎你是拥有的多少 你要想让自己的烦恼止息 迅速地看看 是计较的多还是计较的少 要想让自己开心快乐 就计较的越少越快乐 计较的越多 就越痛苦 谢谢教授 我现在有过的背景简单介绍一下 我原来上学的时候是在北大学书学的 我刚才看到你那个资料里面 就是说你之前在北大里面怎么这样做对吧 然后就是说我大概是在那个04年 然后回忆过就是无名佛学院的帮人家硕伯佛 就相当于是那个秘宗 然后那个06年的时候 我到那个韶关南华寺 也就是说那个禅宗祖庆就是慧能大师圆寂的地方 就是说我也待会一小段时间 然后就是说我自己就是有很多心得吧 就是说也有些疑问就是我希望能以这里求证一下 然后就是说其中有个问题包括你刚才 所谓的就是说佛教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就是说据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这个呢 就是说这个问题的话很可能就是说是在现代的 比如说中国 我来的事